多謝主席,其實做反對派都真是挺容易做的 其實早幾個月之前,6月開始,他們在喊攬炒 成功攬炒了,今天又要幫他們執首尾 又說爭取一萬元,又爭取這件事,要政府做這件事做那件事 前兩天就有些人,有個反對派的議員在地區抓住我們地區的漁民 那些漁會的代表,跟他們說爲何爭取漁民的事情做得那麼少,做不夠 那我就奇怪了,爲何一個反對派的議員在下面叫我們的漁會去做多些事情呢? 那他是不是認同我們的工作呢?他當時爭取的事情他又不做,他也是議員來的 反對派地區的議員也是議員來的,只是在地區區議會搞那些不等待的議案 正經事又不做,香港搞到這樣他有份,又叫我們去執首尾,又把所有的責任塞在我們身上 這件事我們非常不滿的,我希望香港市民明白到建制派議員真是不易做 要平衡社會和做建設,是要用很多的時間和心血 第二,今天聽到很多反對派議員說,又說分拆這樣分拆那樣,又說警隊裏面那些津貼或者裝備 當然有很多誤導性的成份,包括陳司長、波哥 他都特別提到,不是買新的裝備,是換舊的裝備 還有那些津貼,如果不是搞暴動,不是有那麼多人搞亂社會 那那用什麼警察開OT呢?所有香港市民要明白,究竟這些錢在哪裡來 第三,剛剛講分拆的問題,我做建制派議員 雖然我不想自己叫建制派,我不應該議員分開兩邊 我也對政府有些部門,出公帑的部門做得很差,有很大的意見 其中一個,包括港台,一路唱衰的社會,挑起社會的矛盾 包括前排的頭條新聞那些,根本又說,拿些不實的報道出來,去野餘警方 到最後就說那個不是新聞節目,但是又拿著新聞自由的角度編輯自主來做事 我都不認你政府怎麼做的 不過,我都還未知道我們會不會在財政預算案裡面抽起他們的撥款 另外,還有很多市民表達,對於教育界裡面有些害群之馬 前幾天有一個孔聖堂中學的副校長發表非人道言論 要人家死全家,就算你好恨某一位人士都好,你可以叫他去地獄 以前黃毓民都這樣說,但是要連著全家都要去,他是教我們下一代的 但是孔聖堂中學只是停身,不是停身,是他停職,但是錢繼續出 這個只是冰山一角,對於教育界裡面的所有包庇的言論,做法,對政府都非常不滿 今天那個何白欣做了登報講大話,說他不知道轉發這些仇恨,藏頭腦尾師,他自己不知道內容意思 要不然他就無難,還在做老師,要不然他明知故犯,登報講大話 我本來想說我很多漁農界的一些政策出來的 但是你不搞定這些社會問題的話,禍言我們下一代社會還怎麼會安寧? 今天為什麼這麼多暴徒上街呢? 我現在呼籲我們自己議會裡面的人士,以及議會外面的所有香港市民 要看清楚這些撥款,我們是不是有辦法根治社會 這些產生惡毒言論,破壞社會風氣的這些部門 我們要斷它撥款,根治它,加強管治, 所以 staying 歡迎 呼籲